为了提倡暑期青少年的正当休闲活动 华联县警察局特别携手多个单位 共同来举办112年回篮青春杯输法比赛 而在活动中警察局长吕世民也特别到场辉豪 写下了青春多彩四个字 要送给在场的所有参赛学子 同学们秉轻凝声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指定题目 这次华联县警察局为了提倡暑期青少年的正当休闲活动 特别吸收华联县少年辅导委员会 华联县美誉交流协会 以及华联县学生校外生活辅导会 共同举办了112年回篮青春杯输法比赛 因应112年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 举办了国中高中组的输法比赛 总计有40名的学生来报名参加 家长也很热烈的陪同来参加比赛 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活动 让青少年在暑假期间 正当的休闲活动 会因为好奇汤丸 或者是同侪的邀约 进入不同场所或者是有些天差行为 另外我们在8月份 也会举办一个三对三的冬名赛 一起各位同学家长也会参加 活动中警察局长吕世民也特别到场挥豪 写下青春多彩四个字 要送给这场所有的参赛学子 而比赛结果经过评审团的严格筛选 国中组第一名为玉里国中张忍英 第二名为慈继国中李杰恩 第三名为国风国中郭芝瑞 高中组的部分第一名为屏东女中龚慧心 第二名为屏东女中龚子瑜 第三名为玉里高中真心桥 分别拿下这次的好成绩 记者许立琴 华林斯报导